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三国无双 三国群英传 他们在高楼大厦的年代向我们诉说着穷兵独武中的五位厮杀 也让我们通过游戏近距离感受着三国时代的群雄敬起日历万机 所以全面战争和三国的融合理所当然的掀起了玩家们的高潮 当惠宏的BGM响起 金戈铁马领略着寒光 杀的吼声有远极近的传响而来 刀剑相接失衡遍野的那刻 我们不禁惊呼 这是最好的全战 或许也是最好的三国 作为全战的核心 战斗板块是全战三国在推出之前 最令人期待也是最让人担心的部分 但在游戏正式解锁的那刻 冷兵器与临场战术的完美结合 宣告着人们的一切担心都是无谓的 本作整体继承了此前全战的战斗体系 在每次战斗开始前 玩家都可以对自己的军队阵型进行排布 并于在进攻或是防守中取得最大收益 各个兵种间各有自己的特点 同时存在着克制关系 例如刀兵常常用于前排扛血 弓兵弩兵可远程输出 但弩势有限 用闭后只能进行他们不擅长的近身输出 骑兵妈常用于侧翼保护步兵 或者是利用速度优势 从后方或者侧方进行冲锋 冲散对方的阵型 针对对方后排兵种 但对几兵无可奈何 在游戏的开始时 玩家可以选择演绎模式 或者是史实模式 这对于战斗的影响扩大 史实模式中 战斗将尊重史实 武将在战斗中将成为一批小队 与自己的其他士兵能力相近 但在演绎模式中 武将的实力则被大大加强 甚至说单枪匹马 七进七出也不为过 而也正是这种一夫当官万夫莫开的勇猛 让这片战火纷飞的战场 多了一些豪迈与畅爽 当两支队伍狭路相逢时 常常会触发武将间的单挑 在一场酣畅淋漓的对战之后 破胜方将使其大阵 败者则可能溃不成军 甚至将军小命不保 这就意味着 善用单挑 常常能够扭转乾坤 以少胜多 可惜的是 本版本中 CA并没有加入水战模式 若是两兵与水中相接 玩家只能选择自动战斗 在巧劫东风 铁锁连环无法实现的同时 还让水上战术鬼才孙坚 哭晕在了厕所里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战斗的胜利 不仅仅需要巧妙战术的保障 更需要资重金钱的积累 所以若想和硫磺叔一起 一统中原 匡扶汉事 对产业的经营 也是不可忽视的 粮食是玩家最需要注重的资源 倘若粮食不足 则会大大降低民心 以及部队征兆的速度 毕竟黄金君 就是因为大汉食颗粒不收 而赋税不减 自己吃不起饭而起义的 所以对农庄 鱼厂等粮草生产建筑的 生产和改造 一直是重中之重 饭是吃饱了 不过若不想先帝创业未办 而花光预算 就不要忘记 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 工业和商业 作为金钱增长的途径 必然是不能落下的 颇有特色的是 整个游戏还拥有五行系统 金木水火土间相生相克 并且每个武将建筑 都拥有自己的五行属性 例如骁勇善战的武将们 多是火属性 擅长战斗争兵 意气风发的领导者 常常是土属性 可以在战争中提升士气 深谋远虑的谋士 则是水属性 他们与同是水属性的工商 十分吻合 从而经常能用自己的能力 提高产值 当然金钱不意味着全部 若想升级建筑扩大规模 你还需要合理利用好 每五回合一次的改革机会 把点数点在刀刃上 解决最大矛盾 而水墨风格的技能数 在玩家的成长过程中 逐渐花雷满之 让玩家成就满满的同时 还感受到了唯美的中国元素 必须要说 游戏整体为了满足中国市场 并让全球玩家感受到东方魅力 确实在中国传统元素上 下了不少功夫 从简洁易懂的文言 到私主管弦交织的古风BGM 再到自证腔元的中文配音 相比发行商世家 对隔壁自己人的态度 这次也轮到他们说一句 不为你的Japanese了 本作的外交系统的制作 比较合理 除了正常的贸易 赠礼合作联军 还加入了联姻 附庸等等有趣的选择 而且在谈判时 显而易见的使用的数字 直接表示合作能否成立 只要你有钱 只要你给得起 就什么都好商量 每个君主谈判的性格和史实呢 是非常接近的 例如诡计多端的曹操 常常毁约 好战的袁绍动不动 就和他人撕破脸宣战 还有一天到晚 让你承认他称帝 还不愿意给你们多少钱的 膨胀大地元素 毕竟改编不是乱编 细说不是胡说嘛 不过有的时候 历史也会跟我们开一个小玩笑 像是以忠肝义胆著称的官二爷 在被俘获时居然说出了 找我一命 定当感恩戴德的台词 实在是让人有些替笑皆非呀 此外 在整体游玩的过程中 你会遇到一些像是 离间记 三顾茅庐 曹操丧父等历史事件 这些事件能把你在一瞬间 就拉回到公元二世纪 但令人有些难过的是 诸如此类的事件实在是太少 而且代入感太低了 那些没有接触过三国的外国人 或许不会感到遗憾 但对于我们国人来说 C那点知识储备 就宛如关公面前耍大刀 我们太懂三国了 点为手握短脊 手撕士兵 大吼 谁敢动我主攻的那一刻 诸葛亮城门大开 淡然在大军之前 拨动琴弦的那一刻 赤壁之战后 曹操满眼通红哭喊着 若奉孝在 不始孤至此的那一刻 孔明三起周瑜 恭敬一句 寄生于何生亮 口吐鲜血 从马上摔下的那一刻 全部在C的漫天代码中 消失的一干二净 系统随机生成的武将和事件 让这个千年之前的梦 变得冰冷 或许统一中原的那一刻 你会从椅子上站起来 伸一个大大的懒腰 然后平静的关闭游戏返回桌前 毕竟缺少了点感动 统一便仅仅是一成不变的时间问题 不过我们不能因为一点点小缺点 就去否定这款游戏 全面战争三国继承了 全面战争系列一贯的高水准 美丽的中国风场景 写实又不失美观的人物建模 和多样迷人的游戏方式 让玩家们沉醉其中 无法自拔 况且C做一个DLC 比本体还要吸金的制作商 也一定会在后面的DLC中 加入更多更多 我们耳熟能详的战役和世界 让整个全面战争三国 变得更加饱满丰富 但我们更希望的是 我们的国人 能够用自己的手去还原三国 让那段罪卧沙场 君莫笑的故事栩栩如生 毕竟没有人比我们更懂三国 全面战争三国 9.2分极佳 喜欢我们的节目 还请点赞投币收藏 素质三连 如果你对栏目后续发展 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建议 也可以通过评论或者私信留言 你的支持就是我们更新最 感谢观看